湖西湘公所为让幼儿园小朋友了解传统渔造文化 由乡长城镇中带领湖西湘幼儿园国幼班的小朋友 指红罗村的红砖窑场进行一场体验课程 并有老师为小朋友解说红砖窑场与传统渔造的海洋文化教育课程 这个社区它如果没有在刷鱼的话 它会去对渔市场 我们会去渔市场 钓鱼 钓鱼回来 会去买鱼 把这鱼 买回来渔造 那以前因为鱼很多 这个鱼非常非常多 那渔造是专门拿来保存这些鱼 让鱼可以放了更久 因为以前没有冰箱 没有冻灰 所以我们就会让它用一个处理的方式让鱼可以放了更久 湖西湘红罗社区传统老旧渔造修复完成 昨日上午的海洋文化教育课程 由乡长城镇中及湖西湘幼儿园长欧柳士 共同带领湖西湘幼儿园国幼班小朋友至红砖窑场 在红罗社区志工们的协助生活后 进行了一场体验青海的课程 扭起来了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扭起来了 这是手了 好 阿姨要撞出来了 阿姨要撞出来了 来 她们 来 cho开 加油 走开 Pir会儿 步骤现在 走开 小朋友料出来了 阿姨 要撞出来了 来 走开 要不然上班 好 上 上 好棒喔 大家看一下是怎麼下去了 紅樓的魚照 剛剛沒有介紹過了 我們今天 我們 院長準備了 高黑 還有那個小館 還有魚餐 這樣子讓大家體驗 因為前段時間我們有到潮電帶去做個 海洋潮電帶的一個體驗 包括北泰爾等等的活動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說 這些傳統的魚貨 我們用魚照怎麼去處理 這是 早期傳統的一個 統組的一個方式 也是一個產業 我想 基本上是活動 讓小朋友跟教堂文化 做個部位的體驗 老師們為小朋友進行海洋文化教育課程的解說 讓幼兒園的小朋友對家鄉保有深刻的記憶與文化 鄉長城鎮中還表示 海洋文化教育課程 為求讓孩子能有對家鄉的了解 紅螺魚照體驗讓小朋友走出教室 進而能達到更親近家鄉及教育生根的目標 並感謝社區志工們的協助生活 使孩子們有個愉快的體驗 記者 陳榮譽報導 然後我們會看到 我們可以找到 在這兒的心理 研究所為 … …… 谢谢大家